嘿你好 又有一个大项目发空投了 而且也上了币安的AEO Launch Pro 那这个项目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很遗憾我是刚好错过了这个项目的空投 那错过的核心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它的空投发的太快了 大概也就一个月的时间 它实际上整个上限可能就一个月以前 然后呢开放质押 结果很没想到这么快就直接上了币安 然后就发了空投 另外一个核心原因就是 我一直对于它的这种高的APY 当时一直是非常疑虑的 没有搞明白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觉得它的风险可能会很大 那所以也正是这个原因 那最近几天我又去请教了一些DeFi的一些开发者 还有一些专家 大概了解清楚它整个的核心逻辑了 那么首先呢 这个项目其实本身确实是背景很深厚 因为它实际上是这个 这个叫ASher 这个它是BitMax的创始人 由它去支持的一个新的稳定币的项目 应该也可以称之为算法稳定币吧 那么应该一直以来啊 都很认为在整个加密世界 有人说算法稳定币是整个加密世界的胜碑 因为稳定币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金融的生意啊 同时如果能够依赖整个区区区区化 这种算法的方式啊 实现的话呢 确实可能会成为整个加密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石 所以呢 也就是这个原因啊 使得这个项目本身从一开始就非常受受重视啊 同时它融资其实也融了很多啊 有这个Dragonfly 还有币安 其实都有去投资 也正是这个原因让它很快了 我们看它其实现在的TML有将近15亿美金 非常非常高啊 好 那么我们先大概看一下整体的它的原理 或者我们怎么去使用它 如果你是个普通的用户的话 其实很简单 就在这里这个Buy去用你的稳定币去购买 它的这个叫USDE的稳定币 它这个呢是1比1的啊 买了之后 然后在这里直接Stick Stick你的USDE之后啊 对应的就是一个SUSDE 那么然后你这个就会拥有这个年化百分之 目前是35.4%的收益啊 那么如果你现在来看一下 稳定币有这么高的年化收益 你会很惊讶啊 这也是为什么 从它从一开始就 这个有很大的争议啊 甚至有人认为它可能是这个就是上一波啊 牛肃的时候UST那种情况啊 它这个左脚踩右脚实现这个上海稳定币 但是最后爆雷了 所以就很多人会认为担心它最终会有实现的爆雷 那它怎么去实现这个实际的这个过程啊 那么它这个TVL实际上是什么呢 其实它本身啊 首先铸造这个稳定币 它并不是任何人都会铸造的 就是我们实际上是普通用户是买的 它铸造呢 其实是一个类似中心化的方式 你需要授权的啊 他们把它称之AP 它其实就是跟几大中心化的交易所啊 或者是有一些授权的人你才能去铸造 那铸造的方式 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跟这个MateDAO就有点像了 但是它是一比一的 就是你存到存入一个以太坊 这个时候你会对应的获得 假设啊 现在一个以太坊可能3000美金 那么你就会获得对应的3000 3000个USD 它是一比一这样去对的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 它就一定会存在说以太坊那个下跌的风险嘛 所以呢 它就又去中心化的交易所去开一个做空的合约 来去对冲这个风险 使得你铸造的这个一定是一比一的 一比一美元的这个USD 这个其实就是比较典型的这个对冲 风险对冲的一种方式啊 同时啊 那这个时候呢 它过程当中又会有这个资金套利的一种情况 使得它这个年化的APR 为什么会这么高 那另外一个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那这个你如果是通过中心化的方式去对冲的话 那这个时候肯定会又会面临中心化的风险 所以呢 它其中呢又有一个就是它跟一些第三方的啊 这种类似于资金透感平台 比如像大家熟悉的像Pobo 那么然后类似于用多签的方式 把这个实际上资产是存在这里面的 你去点击进去一看 就能看到它链上有很多的资产啊 那么然后它因为这个链上有这么多的资产之后 它就会一比一去映射到这些中心化交易所 比如说我链上有1亿美金 那这个时候交易所就类似于我会 因为我知道你有这么多钱 所以呢 我可以给你这个1亿美金的授权 然后你拿这个1亿美金去到我这个交易所里面去开个人的合约啊 那这个过程呢 为什么去中心化交易所啊 很大的原因其实就成为流动性的问题 就如果你在链上的话 去做这个合约对冲 本身链上流动性可能是不够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 它几乎跟头目的交易所啊 BM by Bit OK X Darabit 全部都合约了 就是因为这些中心化交易所整体流动性才会更高啊 所以呢 这个时候那理论上 它好像对冲了风险之后 同时啊 又去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得了这种套利的这种收益啊 就一方面它呃 有这个以太坊 POS 质押的啊 因为它会放到Lado里面去获得免化 大概5%的收益 同时呢又通过这种量化基金的方式去套利啊 所以你看到的这个35%的APY 其实就是套利的这个资金 那套利的话呢 呃 那我们的年化的收益大概是多多少 其实它就通过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平台啊 然后资金费率的方式啊等等 它这个其实核心可能就是资金 实际上是资金费率 就是因为你自加了一个以太的资产之后 我要给你1比1对应的这个USDE 就1美元 那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它是有 最大的风险就是我以太坊跌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的对应的资产就不够了嘛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它其实就做了一个做空的一个合约 那做空的合约 它就会有1比1的去对比 这样的话 我就保证我这个资产一定是1美元 那这个时候如果是做空的话 在现在这个牛市的环境下 再加上以太坊整体其实就是个上涨趋势 那这个时候在所有的合约平台 如果它涨的话 那么你能赚到的是资金费率 因为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去开 这个做多的合约 这个时候它为了平衡整个的对手盘 它实际上是通过资金费率去调解的 这个时候你会去赚得资金费率 如果它跌的时候呢 那你因为是做空了 所以你本身就会赚到这个跌的这个收益的风险 所以这个时候 那它就把这些的收益最终会 反馈到你的SUSDE当中去 所以整个过程看起来好像很完美 也正是这个原因 在上这么高的APY 所以吸引了大量的资金 这么快一个月的资金就有15亿美元 而且也是感觉应该是非常快 那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那你仔细去了解的话 你会发现它目前来看 因为现在啊 就是就就像很多之前的涮盘稳定比一样 在牛市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它都会涨 所以呢 这个这套逻辑看起来 就它涨的话 我赚的是资金费率 跌的话呢 那我赚的是做空的这个钱 所以我会永远保证我这可以稳定在这里 然后中间呢 就会有这样一个套利的收益 我就一方面反馈给这个质押者 另外方面 我又可以获得协议的收入啊 甚至预测说这个协议 一年可能有将近三亿美金的收入 那这样的话 它的市值确实应该有可能会更高 那这个时候 其实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一方面就是 它没有所有的资金融市场的这种合约交易 它其实本身就是对手盘 它是一个零合博弈 就是你做多赚的一定是做空人的钱 然后做空赚的一定是做多人的钱 那所以这个时候 你是需要有对手盘的 那么我们看 它现在已经有15亿美元的这个资金体量了 你就可以理解为 它开了一个15亿美元 这个这么大体量的一个做空的合约 那这个时候 它对应的就需要有这么大体量的做多啊 那所以 那我们我在跟很多的人讨论之后 就发现它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这个 TVL的天花板问题 因为它再增加的话 它很有可能面临的就是 没有那么多对手盘 那没有对手盘的话 这个时候 它就有可能会面临的 这个一方面 你这个资产就不稳定 同时呢 就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爆仓的风险 就如果大家开过合约 应该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这种情况会遇到啊 就是比如说 我开了一个做多合约 然后如果面线急速下跌的航行的话 这个时候那我肯定要赶紧平仓止损 但有的时候可能我是平不掉的 因为没有对手盘去购买你这个合约 就大家 因为它是急速下跌 所以大家都会急着去平仓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平不掉 你就只能眼睁睁看的 它你的肠会爆掉啊 这个是在极端行情下 是最容易发生的情况 我们称之为叫流动性的危机 所以整个协议目前来看 其实因为现在整体的 还处于这种牛速的这种状态嘛 那么我们都认为说 它是一直涨的 甚至包括平开方 你去看这个在这个 它自己的分析里面去 都没有就都没有说 这个下跌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就它感觉上就是 因为以太坊这种新的升级之后 2.0升级 它其实是一个通缩的状态 再加上整体的行情本身 它一定是一直涨的 那我这个逻辑是出现的 但其实最大的风景 有可能就是在极端行情 可能突然暴涨或者暴跌 都有可能会导致 因为这个我举了 就是虽然我们 我并不是专业的这种金融的人员 其实确实很难去计算 这个问题当中到底会有什么样 最细致的风险 但是有一个很直观的感觉 就是在上一波牛熊的时候 就是我们因为作为媒体 会主持活动和接触更多的人 上一波的时候 我们碰到大量的 最多的人是什么 就是做量化基金的 经常会有人跟人说 我是做量化基金的 我们的这个年化收益 能做到多少多少 然后我能保证我的回撤 就是亏损状态 要控制在多少多少 就给人感觉就是稳赚不赔 就是而且这个见到的人越多 这个大家的这个海口 是越来越大 就是年化百分之百都有可能 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都有可能 但是呢 在这个熊市到来之后 大跌之后 我就发现这些人都不见了 就没有再出现了 还有就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人 他会说他我原来是做量化基金的 然后现在我不做了 所以就可见 这个过程当中本身 其实金融市场 它本身就是领可博弈 它一定是这个有涨有跌 有赚有赔 那所以说 从这种情况看起来 这么这个完美的方向 应该还是 有比较多的问题的 目前来看 我感觉第一个问题 可能就是他的 TBL的增长问题 就如果大家还 还处于这个 牛市风目的状态 还是会有大量的人 去存这个资产 去购买他这个稳赚币之后 之后的话 那体量越大的话 其实可能带来的风险就会越大 就是你的这个 最终可能你的收益 没那么高 甚至是负收益 这个实际上好像 我看推特上 有人有提到过 就是有人试图增加 这个资产 TBL的时候呢 就出现了 这个负的资金费率 负的资金费率 就代表着你的API是负的 可能未来 应该是随着这个资金量 越来越大 它的API会越来越低 甚至有可能出现负的 那第二呢 就是如果这种极端的 突然暴涨 突然暴跌的情况下 是否有可能出现暴涨 那我觉得目前来看 也还是很难去说 但是不过怎么样 这个确实也还是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金融创新 我们还是可以持续关注 整体的项目 但如果你不管是购买 还需自压 可能还是需要去考虑 其中的风险 好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